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关于修行的话题 很多人看到我这个飞行禅 以为禅就是佛教 禅宗就是佛教的 在日本人他们叫做禅宗佛教 是因为这个佛教里面的医治 那我是反对这个看法 我认为禅是脱胎于佛教没有 印度的佛教没有错 可是他是在中国之后 他有一个中国禅宗 只有中国才有独立出来的一个禅宗 日本人都是 copy 中国的 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那韩国也是 整个的这个 整个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讲到禅宗 ZEN 这都是从中国传去的 也就是禅宗其实是在发任于中国 在印度佛教里面没有独立禅宗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讲飞行禅宗 它既不是佛教 跟那个所谓的禅宗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因为我长期的修行 对佛教的修行 对佛教的理解 我觉得佛教里面有很多东西当然是禅宗的 但是有一项东西我要跟各位推荐 就是佛教徒的修行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发露忏悔 这个我是觉得非常之有效的 所有的你看每天要拜忏 这个忏悔都要忏悔这个动作 发露就是把你那个 就是你犯的过错或者是犯戒 把你犯了戒的那个内容 当场跟你的修行人 只跟修行人来讲出来 说你犯了什么戒 只要你发露之后 而且你忏悔之后 这个戒 你犯了所有的错误就冰释了 也就是说我承认我有犯这样戒 但是我会改进 我会修正 我忏悔 我当众忏悔 所以就叫发露忏悔四个字 像比如说出家人好了 出家人他们晚上聚在一起干什么 他有一个每个15天有一个自治日 自治日就是说 你在所有的这个出家人的众里面 你要站起来告诉大家说 我曾经犯过什么事 杀到淫忘酒 可能我起了淫念 我某年某月我起了淫念 或怎么样 当然其中还有余辅部分我们不谈 我们只讲说这个发露忏悔 这四个字 对我们的进步是非常之有效的 很多人都看到我在讲话的时候 啪啦啪啦啪啦好像很流利 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小学的时候 小学到中学的时候 都非常之木讷 嘴唇很厚 厚嘴唇 我曾经画过我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人家说不会吧 你现在舌颤莲花 我说这个东西都是对变 毛虫变成蝴蝶 有的人从蝴蝶变成毛虫 有的人从那个毛虫变成鹅 鹅不漂亮 只有蝴蝶彩色的 色彩斑斑的才漂亮 鹅是一个树色的 而且看起来很脏 你就想把它消灭的那样子的一种物种 那我讲这个 这个忏悔 我以前这个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一些糗事 或者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觉得忍受不了自己的部分 我都会跟这个 不管是跟我的同辈 或者是跟我的长辈 甚至于跟我的晚辈 我都毫不吝惜的 直接告诉他说 我以前曾经犯过什么样 做过什么错事 做过什么蠢事 做过什么糗事 我都直接讲 因为跟独唐啊 他是不断的往前学习嘛 从前学习 学习的过程 当然有很多错子了 就你第一次尝试一个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无知嘛 所以你当然会犯错 我曾经举过很多例子 包括什么风浪板 什么 包括学任何新的东西 那个老师或教练说 谁愿意出来第一个 我第一个举手 为什么 我知道我出去 一定是做错误动作嘛 那老师就会讲说 刚刚那个人做哪些动作是错误的 他就是要让你出来 出丑 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东西 不愿意为天下先嘛 而我就要为天下先 我知道我会犯错 我也知道我不能保持平衡 我才来学嘛 我又会我来干嘛呢 我来这边泡妞吗 当然不是了 我来这边丢人现眼吗 那更不是了 我当然是要来学嘛 那我就自高奋勇出来 我绝对不假扮高深 推推脱脱的浪费一大点时间 我就直接蹦上去 我就直接做 当场就出丑 没关系 就是从这中间在磨练嘛 那这个 这中间我就想想讲一个 我 我几个姐姐都非常优秀 他们都是 18岁高中一毕业就考取大学 而且考了国立大学 有的还是师范大学 当时师范大学是台湾唯一的 出来要教国中嘛 教初中 那是受到所有邻居啊什么 这些整个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们 都非常尊敬的一个角色 天下君心时髦 在我们这台湾是这样子尊称的 可是实际上 像这个40年过去之后 我觉得她也不咋地 她反而倒退 倒退到我不愿意文问的地步 像以我自己来讲 我跟她只差一岁嘛 她很优秀 而我呢 我在初一的时候 喜欢玩嘛 小学校考到初中之后 很喜欢玩 结果我们那个学校 刚好 我的母校我就不要讲了 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如果你各位看过多了 你就知道 那校长很重视这个 学生的那个素质 所以她就每个礼拜一的周会 有的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她会做一个 去抽签 让上 让那个学生上去 背背书 那背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国文 就是古文 那另外一个是英文 就把你的课文背起来 哎呀 我那时候 我的国文 我一向都是我的强项嘛 古文拿起来 我在看过目就不忘 可是英文我就没有练 我们家也没有那个风气 所以大家来问 而且也不知道 英文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 像比如说 明明有那个 KK音标 国际音标 我们还要用注音符号 来注那个英文字 你就知道有多难 再加上 我都打混嘛 而且呢 还有一个最糟糕就是 好死不死 抽签 就抽到我 我们班上就抽到我 哎 我就上去了 哎呀一上去之后 我就瞠目结舌啊 一句都讲不出来 那个 那个课文就是讲一个国旗啊 就讲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嘛 青年白日满地红嘛 可是我上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傻住了 傻住之后 我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结果后来那个老师以为我吓傻了 校长大概也以为我吓傻了 叫老师去提词 那老师就这样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把那个课本拿起来 念上一句 然后以为我会很顺的接下去 我就接不下去 结果后来就站在那边很难看啊 很难看最后那校长说下去吧 我等于是在那边交了白件 当众交了白件 那是多糗的事情啊 但是我当时的 当时我的想法不是这样 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妈的 我为什么不是 这个国文的时候抽到我 抽到我 我就可以一盏长财 怎么为什么就是英文抽到我 我觉得 我没有想要往地洞钻 但是我是这样很 心里很不平衡 你怎么搞的搞到我弱像 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了 我再讲这后面的故事好了 那时候年纪轻嘛 13岁 蛮不知耻的 早上才这么糗过之后 那同学同学们只是 也也不见得有多好 他只是觉得说 哎呀抽到这个家伙 这个倒霉的家伙 他他出丑了 如果抽到我 我也是出丑 只是今天我代替了 代替这些这些赖瓜出丑 OK 结果到到黄昏的时候 我们要放学之前 我们都要打扫那个学校嘛 我在打扫学校的时候呢 我跟别人在那个操场上 在打扫的时候 我记得最清楚 我坐在草地上 突然有一个人 从后面碰 给我踢了我一脚身上 那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那个读师大的 那个姐姐 她比我大一岁 她觉得羞辱的不行 说她弟弟居然在台上 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背一个课文 一句都讲不出来 那我 她踢了我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觉得说 我把她脸都丢光了 我把我们这个无家的脸都丢光了 那我想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个事情 但是呢 我忘不了 而她也忘不了 时隔现在 恐怕她要跟老外讲话 恐怕没有我流利 当然我的英文 文法不行 她教英文的 但她跟外国人接触的 远不及我 我的外国客户多了 那这就是什么呢 我跟我的孩子有讲说 你不要什么强项弱项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而我怎么训练她呢 我怎么训练我的孩子呢 我以前的外国客户很多 我逼着他们小的时候 我逼着他们跟外国人讲话聊天 我跟外国人到我们家来玩吃饭 我们出去玩 我就逼着他们 逼着哭的程度 吓哭了 但我儿子现在在美国读修博士 我女儿也是英俭也在终极吧 那都是我们以前没那个环境 因为我们所谓 一个学习是因为需要 因为我们当时认为 英文不可能了 我这一辈子顶多就跑船 就汇几句 how much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没有需要 所以我们对学习就不积极 可是现在我用了另外一套方法 我刚讲的发路忏悔 如果你没有忏悔 哎呀我以前为什么不用功 好好学英文 现在疏到用识方向手 跟老外硬被逼的 要跟老外要对话的时候 或者你在国外 你必须要用外语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觉得 哎呀我以前为什么不用功 不是以前为什么不用功 而是你没有那环境 你不知道你有一朝一日 你会用到 就像现在我这个 我讲的骑马射箭啊 什么一大堆的飞行啊 潜水什么 有很多人说你这一辈子也用不到 你悬得干什么 那有朝一日你落水了 你怎么办呢 有朝一日如果你不小心 黄袍加身了 你到国外去 你当了大使了怎么办呢 人家要你去骑马去打猎 你怎么办呢 那时候再说吧 那时候你已经垂垂牢矣了 那我为了预防这个 所以我都在打预防针嘛 先学 我的孩子都是这样 我从小我就培养他们 学这个 而且我告诉他们说 我也把我的糗事就告诉他们 我说我当年就这样 站台上 傻的跟呆若木鸡啊 站在那边 一句话都不敢讲 也讲不出来 为什么 脑子里空白了 如果你今天讲说要背国文课本 要背那些纸约什么的话 那就是我的天下 我不但能够背 我可能还可以摇头晃脑一下子 跟那个学老师嘛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 然后这个习惯就一直到我 后来我读那个 在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理工科的人 考试的时候都是四题计算题嘛 有的时候是两大题 分成四小题 一题二十五分 所以你错一题 你就是就是七十五分 再错一题 你就是五十分了 这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很容易当掉人嘛 但是所谓 你如果思考五十分的话 你不一定会被当掉 因为很多人可能 连二十分都没有 这是理工科 读理工科的人都很清楚 尤其工科的人 都是计算 他没有什么生论的 OK 好 那我那时候 每次到那个 到期末考的时候 期末考完了之后 一定不是暑假 就是节寒假 隔一天就开始放假 然后老师去批改建制 然后最后把成绩单 寄到你家去 不管你成绩 全部欧帕还是 都通过 还是你会有赤字 不是像中学高中那样 如果说那个 发成绩单的时候 是 你到学校去领的是 那个蓝字 如果蓝字 是寄给家长 让家长好好修理你 该边打边打 该双打双打 该单打单打 或者男女混合双打 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要家长 那个 督导孩子 读书嘛 这些手段 这台湾的必然手段 那现在 基本上 那个也是这样 我孩子读高中的时候 也是都是这样 这是寄给家长 他不是寄给那个学生 成绩单 不是寄给学生 家长一看 你有这么多科 需要重考 或者怎么样 或者补考 那当然嘴巴上 绝对不会放过他 可是我在读 读大专的时候 我已经 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成年人去读大专的时候 我难道还要骗自己 说妈的 我要去作弊 我要去干嘛 为了要通过这个考试 就算你拿到文凭 你将到社会上 你还是要竞争 你还是要去考试 比如说你要考公务员 你要考高考 你要考普考 你还是要去考啊 那时候考的时候 你还能作弊吗 你不可能作弊了嘛 因为旁边做的 都不是你哥们了嘛 你怎么作弊 所以我从那时候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 认为说我有需要 确实需要 而且我读书的乐趣来了 从此一辈子就喜欢读书 那时候我们每次在 我记得最清楚就是 我每次期末卡的时候 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我没有一颗币当掉 我是狗帕 而且有的人 有的人对我蛮有意见 是你他妈都是高空通过 高空通过 他们都是在低空掠过 或者是被当 那时候是因为我对自己 有相当的督促 因为我知道发怒忏悔 那所以我们的同学里面 每次考完试之后 最后一天我都要骑脚的车 骑很远 骑个几十公里 那我考完试的最后一天 每次考完试之后 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讨论 刚才那一题 第几题是什么答案 第几题是什么答案 这一条什么多少 我从来不跟人家讨论这个东西 反正都计算嘛 我就算我刚才讲说 哎呀那一题啊 你一讲这个 我错了 那一题我错了 我正想把自己埋掉 我常讲这个话上 我们班的同学 有一些比较土的人 都听不懂说 哟 干嘛要自己把自己活埋掉 我说这就是表示后悔嘛 我说他妈的 刚才那一题我怎么就 就这么疏忽了一下 就略过了呢 一个闪神 但是没事 闪神那一题没有关系 我绝对过 而且是高空通过 当时我是这样子想的 而事实也就是那样 所以我从来不跟人家讨论 这一题什么标准答案 那一题什么标准答案 老师不是直接只看答案 他是看你计算过程 你怎么推演的 这才是他的重点 那同样的 将来有时候你教书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是要推演那个过程 要知道这个人真的通了 了解了 深刻了解才有意义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 那时候我还 那时候我还没有身体力行使 所以我发怒忏悔这回事情 那时候我觉得发怒忏悔只是一种仪式 并没有太重视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到 发怒忏悔这个仪式性的活动 一定要做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我有五个兄弟姊妹 我是最小的那一个 老五 我发现到五个人中间 只有我一个人 一直坚持发怒忏悔这件事情 我跟我 我跟谁发怒呢 我常常是跟我的孩子 我在跟我的孩子讲说 哎呀 老爸刚才那个 某某时间做的某件事情是错的 我告诉你 郑姐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一种发怒 发怒 我不会讲说 哎呀我做了一件糗事 我做了一件蠢事 我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 我要假扮高深 我不跟孩子讲 我做的错事情 我做的蠢事 我做的糗事 刚好可以让他们免费学到 这多 这个价值多高啊 所以 发怒 然后忏悔 忏悔是什么 忏是 我把前面的忏期前眼 就是说 哎呀我那件事情做错了 哎呀那是以前做的嘛 然后 然后那悔呢 悔就是说 我再也不做这个事情了 我再也不重蹈覆辙 忏悔的目的就是这样 发怒是讲出来 不要闷在心里面 哎呃我就 我听到一个 一个大跟我差不多年龄的 一个大陆的一个教授 他讲他说 他在文革的时候 他爸爸被拖出去 被殴打的时候 那是红卫兵嘛 文革嘛 他说他当时一点 一点的想要营救 他爸爸的这个想法都没有 他认为 这种情形很 很那个很平常 可是他现在 他现在五十多岁 六十岁吧 他觉得他当年很很懦弱 为什么我当时不敢上去 他有 另外有一个人讲说 他的兄弟 被人家殴打 群殴的时候 他明明站 他站在旁边 傻站在那边 他明明手上撩块砖头上去 就可以把对方撩倒 他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不能够 他如果在后面 他哥说 有这一回事吗 他忘了 他忘记 但是他这个人 一直在 这个疙瘩一直在他心里面 一直到他现在 四五十多岁吧 五十多岁吧 可能这样的年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很恨他自己 为什么懦弱 为什么这么胆小 为什么当时不行 能力的能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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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读堂 飞行禅 五中城冒险学校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 在该出手时 变出手 出手时就是 你不管是赢 输 或者是糗 或者是失败 或者是错误 或者是一个蠢事 你都要下去做 因为你 你做了这一次之后 你下次绝对 不要重蹈覆辙 你就比人家 胜了好几仇了 这就是发怒忏悔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我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一直在不断学新的东西 我就 我跟个年轻人 三几岁的年轻人 我就跟他讲说 我六十二岁 你三十二岁 我们两个去应征同一个工作 人家会要我 因为我体力也比你好 我能力也比你好 而且你什么都不会 在我看来 还没到我的五分之一的程度 人家怎么会要你呢 你如果闭关 有些人闭关 闭关在山洞里面 闭关了十年出来之后 一走到马路上去之后 一看到飞机下昏了 一看到汽车下昏了 因为他闭关的时候 还没这些东西 那就不要讲说电脑了 后来他走到马路上去 被车子压死了 为什么 他闭关的时候 那上马路都是泥土的 走的都是牛车 牛会让你啊 而且你也来得及反应 就是他走到马路正中央 他不知道行人要靠右走 被汽车 按了喇叭以后 他没有反应 把他撵过去 撵死了 那你修行 你这种闭关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你远离人群啊 你脱离现实 你往后倒退 这些都不是发怒忏悔 我觉得 发怒忏悔比闭关 有用到亿万倍 你经常要发怒忏悔 这个我为什么不会 那个我为什么不行 我为什么孬走 我为什么怕黑 我为什么怕鬼 我为什么怕死 常常发怒忏悔之后 你就会精进 这个时候吴忠臣今天 跟各位分享一个 当你还年轻的时候 你还有很长的路的时候 最好是从小就养成 发怒忏悔的 习惯 很多家长其实也在用这个 只是他不懂 他会体罚小孩的时候 叫小孩附送一遍 你做的什么东西是错的 那小孩就要讲 我不应该这样 我不应该那样子 然后你今天为什么被挨打 因为我不应该这样 我不应该那样子 那就是发怒 不应该的那部分 就是发怒的部分 忏悔就是 我永远不敢做 我不敢了 我们最常小的时候 常常被体罚的时候 大部分的小孩 都会叫救命之外 他会叫一个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不要打我了 我不敢了 不要打我跟我不敢 才化成等号 其实那个不要打我去掉 直接讲说我不敢了 我不再做 我不再犯 就是忏悔 同样的 比如说你今天 这一题你不会做 你下一次你就会了 如果你真的忏悔的话 你就会去 去钻研这一题 原来我错在哪里 那你就精进了 只是说那些 那些能力强的人 他是走在你前面 这些东西他早就做过 他很熟练 而你不熟练罢了 那你不熟练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环境造成 你觉得没有需要 没有需要 刺激到你要这样去学习 所以耕毒堂 飞行禅 吴宗城冒险学校 都是认为你有没有需要 如果你有需要 你当然就会往前进 自然就往前进 他的推进力就这样来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需要 而且你认为你就像 你要平淡的过一生 你要做一个非常庸俗的人 变成一个什么 安的一个普通人的线下面 那你也可以自我这样 因为你所谓的 有的人讲说不做不错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有的人是这样认为 那就干脆不要做 脑袋从生到死都是全新的 没用过 有的人手也是 我曾经有碱的文化 如果各位有兴趣去搜一下 我前一阵子搬家 我的体重 因为每天要搬重的东西 很重的东西 人家很惊讶 我怎么62岁 还有这么大爆发力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锻炼的关系 但是我的手整个都是碱 我现在每天都擦油 我最讨厌擦油的 但是我每天擦油 否则我的手 粗得跟一个渔民一样 我现在手都还没恢复 一直都还没恢复 还是干 而且是很粗糙 跟挫刀一样粗糙 可是短短的十几天 我就轻了六公斤 为什么 因为每天操劳 每天操劳 当然那是一个悲剧 那个我们不提了 发路忏悔 今天跟各位分享 吴宗臣谢谢